两人好歹也是堂堂通玄境的强者 在见到他这个区区帝尊敬后期舞者的时候 非但没有表现出半点的轻视 反而对他表现的如此热情和尊敬 这实在是大大超出了楚剑秋的意料之外 看来 纪山亭和高和营秀两人 在纪山王朝和高和王朝中的地位和威望 也很是不错 否则 纪山庆和高和力 不可能如此相信他们的话 如果没有纪山庆和高和营秀的事件铺垫的话 这两人是根本不可能会对自己如此热情的 这一次 虽然和纪山王朝以及高和王朝 达成了合作协议 但是楚剑秋却并没有丝毫放松的意思 打铁还需自身硬 面对按摩欲如此巨大的危险 最能够靠得住的 还是自身的实力 在回到南州后 吞天虎没几天也突破到了天尊境巅峰 又过了一个月时间 小青鸟和江济也从九西大陆回来了 小青鸟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天尊境巅峰的修为 毕竟他得到的荒谷气息是最多的 修为增长的速度自然也是极为迅速 但是在玄剑宗的实力迅速增长的时候 安摩欲那边的高端战力 也同样在不断增加 就在这一两个月之中 安摩欲那边已经又有三名舞者 突破到了通玄境 荒谷大陆 楚剑秋再次来到那片草地上 他取出新炼化的八截夏品长剑法宝 朝着一根高达数十丈的小草 全力砍了过去 轰然一声 这一剑砍在这根小草上 直接砍进去了五寸深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一喜 再突破到了帝尊境后期 并且炼化了一柄八截夏品长剑法宝之后 他一剑所能够砍进去的深度 比之前多了十倍不止 说不定这一次 他能够砍断一根小草 带出混沌至尊塔呢 想到这里 楚剑秋顿时对这根高达数十丈的小草 发起了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每一剑都极其精准地 砍在了相同的位置 但在全力攻击了一个时辰之后 楚剑秋便放弃了 因为他现在对这根小草的伤害程度 刚刚赶得上这根小草的自我愈合速度 按照这种砍法 他即使花费再长的时间 也无法把这根小草给砍断 只有他对这根小草的砍伐速度 超过了这根小草的自我愈合速度 才有可能把这根小草给砍断 不过这一次 倒也让楚剑秋看到了希望 只要他的修为再突破一重境界 估计对这根小草的砍伐速度 就能够超过这根小草的愈合速度了 到了那时 或许自己就能够把这根小草 给彻底砍断了呢 再发现自己无法砍断这根小草之后 楚剑秋便原路返回了 他可不敢在这片草地上乱逛 这片草地的凶险程度 恐怕比青阳宗遗址那条深渊 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这片草地中的一只蚂蚁 体形都有数十丈之巨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让楚剑秋感觉到无比巨大的压力 楚剑秋曾经见到一只蚂蚁 一口就把这片草地的一根 数十丈高的小草给咬断了 这让楚剑秋看得简直 头皮一阵发麻 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都无法砍断一根小草 而这只蚂蚁 却只是一口就把一根小草给咬断了 这实力究竟强大到了 何等恐怖的地步 以他现在的实力 是断然打不过这只蚂蚁的 在见到这一幕时 楚剑秋心中不有一阵苦笑 在这片荒谷大陆中 他还真是连蚂蚁都不如 连最弱的一只蚂蚁都要比他强大得多 就更不用说其他生灵了 在这片草地中 楚剑秋可以说时时刻刻都遭受着巨大无比的威胁 唯一让楚剑秋庆幸的是 他的体型相对于这个世界的生灵来说 为师太小了 在这片草地里 楚剑秋根本就不起眼 一般 这片草地上的生灵 即使见到他 也很少会去主动理会他 毕竟 即使对于这片草地最弱小的一只蚂蚁来说 以楚剑秋的体型都还不够 他塞牙缝呢 他们根本就不会对楚剑秋产生任何兴趣 这也是楚剑秋每次来到这片草地 都能够有惊无险的原因 楚剑秋返回原地 运转混沌天地诀 默默吸收着荒谷气息 等到身体支撑到极限之后 楚剑秋便带着八截中品的灵尊虎 在混沌至尊塔的拉扯下 返回到混沌至尊塔中 经过一盏茶时分 楚剑秋破碎的肉身 很快便已经完全被重塑 楚剑秋开始炼化体内吸收的荒谷气息 这一次 楚剑秋吸收的荒谷气息 达到了整整两千缕 经过一番炼化后 这两千缕荒谷气息 依然是有十分之五 被混沌至尊血脉吸收 十分之三 被肉身吸收 剩下的十分之二 则分别被神魂所吸收 以及转化为楚剑秋自身的修为 这一次 楚剑秋的肉身在吸收了这十分之三的荒谷气息之后 九位突破的真五神体 居然在这一刻突破了瓶颈 由第五重大城 突破到了第六重小城 而在真五神体突破了第六重小城之后 楚剑秋感受到了自己的肉身强度 瞬间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此时她的肉身强悍程度 估计都能够与巴结下品法宝相媲美了 清儿 过来 楚剑秋向远处天空中 正在沐浴星光的小青鸟 叫道 楚剑秋 是要给本姑娘分荒谷气息吗 本姑娘在九溪大陆中 为了给挖矿队安排灵矿的事情 可是辛苦了好几个月啊 你这一次可得好好补偿本姑娘 小青鸟颇愣着翅膀说道 分荒谷气息的事情 等会儿再说 你先全力攻击我试试 楚剑秋眼中充满了兴奋的光芒 他要试一试 他这真武神体在突破第六重小城之后 究竟威力有多大 小青鸟听到这话 顿时飞到楚剑秋的面前 伸出翅膀 在楚剑秋的额头上贴了一下 清儿 我让你全力攻击我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楚剑秋伸手 一把将他的翅膀拍开 没好气的说道 楚剑秋 你的脑子没坏吧 本姑娘现在可是天酸镜巅峰的修为了 让本姑娘全力攻击你 本姑娘怕一个不小心 把你翅膀给拍死 小青鸟连连挥动翅膀 大惊小怪的叫道 就你这小傻鸟的实力 也能把我一翅膀拍死 小傻鸟 你是不是太自恋了点 楚剑秋黑着脸说道 楚剑秋 本姑娘已经事先提醒过你了 等会儿要是被本姑娘给一翅膀给拍死了 你可别怪本姑娘 不过 反正你还有两个分身 即使本尊被拍死了 也还剩两条命 小青鸟挥了挥翅膀 说道 别废话了 来吧 楚剑秋美好气地说道 楚剑秋心念一动 把身上的魔鳞铁甲收了起来 既然要验证真武神铁的威力 自然要先把身上的防御法宝给去除掉 那本姑娘可要来了 小青鸟说着运转真元 一阵清光在她的翅膀上流转 就要往楚剑秋的身上拍下来 慢着 在最后关头 楚剑秋忽然把她给叫住 楚剑秋 你又怎么了 小青鸟硬生生把翅膀收住 有些恼火地说道 你还是先用七成力道吧 先别用全力 楚剑秋说道 这小傻鸟在突破天尊镜巅峰后 自己也没见过她 现在的实力究竟在什么水平上 万一真被这小傻鸟移翅膀给拍死了 那玩笑可就开大了 哼 楚剑秋 本姑娘早就说了 你最好别搭肿脸充胖子 本姑娘现在的实力 那可不是吃醋的 小青鸟嘟囔了一句 道 小青鸟说着 扬起翅膀是用七成力道 移翅膀朝楚剑秋的身上拍了下来 轰然一声巨响 楚剑秋挨了这一翅膀 身体犹如炮弹一般 向后 击舍而出 一直飞出了数万里距离 只是下一刻 楚剑秋身形一闪 便已经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小傻鸟 你这力道不打地啊 不是让你使用七成的力道吗 你在搞什么 楚剑秋看着小青鸟 一脸耶鱼地说道 小青鸟刚才那一翅膀 根本就没有对它造成任何伤势 真武神体突破到第六重小城之后 肉身防御力之强悍 比楚剑秋预料中的都还要强上一丝 楚剑秋 不是吧 你的皮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厚了 小青鸟见到这一幕 顿时围着楚剑秋转了一圈 见到 楚剑秋身上的确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势 顿时不由一脸惊奇地叫道 小长鸟 你会不会说话呢 啊 楚剑秋听到这话 额头上顿时不由黑线之毛 废话少说 这次你用全力攻击我 小青鸟见到 楚剑秋的肉身防御力如此强悍 顿时心中也没了那么些顾虑 他运气全身力量朝着楚剑秋全力攻击过去 轰然一声巨响 楚剑秋再次被轰飞出去 这一次 在小青鸟的全力进攻下 楚剑秋的肉身防御终于被攻破了 顿时受到了不轻的伤 不过 这么点伤势对于无上无体 已经有十分之七转化为先天道体的楚剑秋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仅仅一个呼吸的时间 楚剑秋身上的伤势便已经在无上无体的强大恢复力之下彻底痊愈 楚剑秋身形一闪再次飞了回来 来 清儿 我们来切磋一下 楚剑秋看着小青鸟斗志昂扬地说道 小青鸟听到这话顿时也被楚剑秋激起了好胜心 来就来 本姑娘还怕你不成 小青鸟说着身形一晃 瞬间化作了一头数十丈之巨的青色巨鸟 毕竟只是和楚剑秋进行切磋 他也没有展现出他的最强形态 楚剑秋运起战龙拳一拳朝小青鸟轰了过去 虽然他如今的战龙拳依然还只是炼成了最基本的基础七式拳法 但是在他的第二分魂和那具金龙遗骸彻底融合之后 楚剑秋对于神龙的意韵领悟得更加深刻了 现在他的战龙拳第七宠的威力 已经远非之前的战龙拳第七宠可比 楚剑秋这一拳轰出 一道恍若实质的龙形虚影朝小青鸟扑了过去 小青鸟见到这一幕丝毫不甘示弱 一翅膀朝楚剑秋拍了过去 把这道汹涌全意凝聚而成的龙形虚影拍散 在真武神体突破第六宠小城之后 楚剑秋的肉身强度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但是在攻击力方面还是和小青鸟相差不大 一人一鸟顿时在混沌之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剧烈地战斗了起来 小青鸟在突破天尊井巅峰之后 实力尾尸太强了 根本不是楚剑秋能够对付得了的 这一场战斗 楚剑秋基本上是被小青鸟压着的 当然 小青鸟要想击败楚剑秋也并非一件意识 因为楚剑秋的肉身防御力太过强悍了 即使他全力一计 对于楚剑秋造成的伤势也极其有限 而楚剑秋的恢复能力有强的发质 身上刚刚被他打出来的伤势 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便已经彻底愈合 除非他把楚剑秋的生命力给全部消耗干净 让楚剑秋的肉身恢复能力 赶不上他身上所产生的伤势 否则他要想击败楚剑秋基本上不大可能 不过这也是小青鸟并没有真正的使出拼命的手段 他要是真使出拼命的手段的话 对楚剑秋造成的伤势可就不止这么点了 但小青鸟也知道 他没有使用拼命的手段 楚剑秋同样也有很多手段没有使出来 楚剑秋要是真的把所有的杀手锏都拿出来 双方进行性命相搏的话 很大概率最终死的是他 而不是楚剑秋 之前在青阳宗遗址核心区域 楚剑秋开始拼命的时候 连按摩玉珠都险些死在他的手中 小青鸟虽然突破天尊镜巅峰之后 实力大涨 但是他自问 此时他的实力估计也就和当初的按摩玉珠差不多而已 不打了不打了 没意思 双方在战斗了两个时辰之后 小青鸟挥了挥翅膀 嚷刀 楚剑秋文言顿时也停下手来 战斗到了这一步 大家都知道了对方的实力 继续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 风源皇城 风源学宫 东远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从东远湖畔的水泻中爆发了出来 这股气息之强大 差点把楚剑秋布置在水泻中的重重防御大阵 都给直接冲破了 南宫染雪从水泻中走了出来 眼角眉梢之间尽是得意的神色 在彻底炼化了白红灵果的剩余药力 以及他手头上剩下来的那七千缕荒谷气息之后 他终于成功突破了小通玄境中期 现在风格兰面对它在修为上再也没有丝毫的优势 在炼化了如此众多的荒谷气息之后 南宫染雪体内的真缘也差不多全部转化成了由荒谷气息炼化而转化成的真缘 这真缘的凝炼程度比起吸收天地灵气或者灵石种的灵气 所炼化出来的真缘凝炼了无数倍 在同境界之中 风格兰已经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南宫染雪通知了一下楚剑秋 让他把自己挪移到南州去 虽然依他如今的速度 即使飞到南州也花不了一个时辰 但是既然可以让楚剑秋瞬间把他给挪移到南州 何必辛辛苦苦地去飞行呢 南宫染雪发出讯息之后不久 他的身形就骤然间在风源雪宫中瞬间消失了 风源雪宫副公主居住的大殿中 风格兰看向东远方向 眼中露出了震惊无比的神色 这真是见了鬼了 南宫染雪突破通玄境 这才过去多久 这就已经又突破了一重境界 达到了小通玄境中期 如此惊世骇俗的修炼速度 即使他在天凤宫中都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 这绝对不是南宫染雪自身的武道天赋的原因 他认识南宫染雪又不是一年两年了 对于南宫染雪的武道天赋 他清楚得很 南宫染雪的武道天赋虽然很超觉 但是却还不至于高到了如此变态的程度 也绝对不单只是他修炼的功法高级的原因 风格兰自己修炼的功法 就是一门可以直接修炼至大通玄境巅峰的功法 风格兰很清楚 这种品阶的功法达不到如此惊世骇俗的地步 南宫染雪的修炼速度如此骇人 肯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在 而这期间的因素必然和楚剑丘离不开 想到这里 风格兰心中顿时更加火热了 楚剑丘身上的机缘秘密 非但使得他自身的战力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 也能够使得其他人的修为突飞猛进 如果他能够把楚剑丘身上的机缘秘密夺过来 恐怕以后天凤宫的少公主之尾 落入自己的手中也未必没有可能 南宫染雪不错啊 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小通玄境中起 楚剑丘上下打量了南宫染雪一番 不由一阵赞叹道 这没什么都是小意思啊 南宫染雪会了会御守 云淡风轻地说道 不过他表面上虽然表现得很是轻描淡写 但是他眼角眉梢之间却满是得意神色 很显然他内心根本就不像他表面上 所装出来的那样云淡风轻 楚剑丘血拟了他一眼 心中不由一阵负费 我的公主大人 你要想装得这么淡薄 麻烦能不能把脸上的笑意给收一收 这演技可还真够拙劣的 楚剑丘 借你的松泉秘境一用 本宫要修炼一下武技 南宫染雪看了一眼楚剑丘说道 说着他都根本没有等楚剑丘答应 就直接身形一闪来到了万石城的传颂阵中枢那边 踏进了那个通往松泉秘境的跨界传颂阵中 身形瞬间在传颂阵中消失 他接下来要修炼的武技是通玄境级别的武技 在风源雪宫之中很显然施展不开手脚 而玄剑宗的松泉秘境地广人稀 却是有大把的地方可以让他毫无顾忌地进行修炼 楚剑丘见到这一幕顿时不由一阵无语 老子有答应了吗 你就这样抢来 你这不叫剑 这叫抢 在南宫染雪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他本来还想让南宫染雪交一下场地费的 只是还没等他开口 南宫染雪就已经跑得没影了 让他想收都收不了 他总不能追进松泉秘境之中 强行让南宫染雪交钱 真要是那样的话 恐怕南宫染雪会趁着左右无人出手 把他给暴揍一顿 楚剑丘可不想主动凑上钱去找虐 转眼间又是一个月时间过去 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中 一条身长数千里的金笼 在天地间翱翔着 浓郁的星光洒落在这条金龙的庞大的身躯上 被这条金龙迅速吸收 在混沌至尊塔第二层天地的浓郁星光 以及金龙强悍无比的肉身的双重滋养下 再加上炼化了大量的荒谷气息 初间秋的第二分魂 以一个难以想象的速度 在迅速的壮大着 现在他这个第二分魂的神魂强度 估计都能够与大通玄境中气强者 相媲美了 在神魂迅速壮大后 楚剑丘的第二分魂操控金龙分身飞行 也从一开始的极其勉强 到现在的轻松自如的翱翔 在这条金龙的身边 还有一头身长五百里的青色巨鸟 环绕着这条金龙不断地嬉戏着 这头身长五百里的青色巨鸟 视而落在这条金龙的头上 视而落在金龙的背上 时不时又跑到这条金龙的龙尾 伸出那双巨大的爪子抓一下 清儿你烦不烦 这条身长数千里的青龙 被那头青色巨鸟叫得不胜其烦 顿时口吐人言道 诶 楚剑丘 你这金龙分身 也能够开口说话了 那头青色巨鸟听到这话 顿时一翅膀飞到那头金龙的面前 满脸惊奇地看着这条金龙说道 楚剑丘的金龙分身闻言 顿时也不由一正 刚才他被楚剑丘搞得实在烦得很 所以不自觉地开口训斥小青鸟 却没想到 这一项居然还真的可以操控 这金龙分身开口说话了 既然已经可以操控金龙分身 开口说话 是不是也可以操控这金龙分身 变化大小了 楚剑丘讲到这里 顿时施展从金龙分身的血脉中 所传承的秘术 一阵光芒闪过 天空中那条绵延数千里的巨大金龙 体型顿时开始迅速缩小 最终 这条绵延数千里的巨大金龙 变化成了一条 只有一尺来长的小金龙 小青鸟见状也是身形一闪 变成了一只巴掌大小的小青鸟 飞到这只小金龙身边 一脸后奇地伸出翅膀摸了摸 又伸出爪子抓了抓 强儿 你再这样活脚蛮缠的话 信不信老子揍你啊 楚剑丘的金龙分身 没好气地说道 说着 楚剑丘的金龙分身 龙尾一甩 把小青鸟给拍飞了出去 诶 楚剑丘 你这个死鬼 你做死吗 这么用力的臭本姑娘 小青鸟猝不及防 挨了这一下 顿时被拍得狼狈不堪 楚剑丘的金龙分身 没有理他 竟直朝本尊的方向 飞了过去 小青鸟见状 顿时也气呼呼地 一翅膀朝楚剑丘的本尊 飞了过去 打算去找 楚剑丘的这条金龙分身 算账去 只是 等到小青鸟 飞到他面前的时候 楚剑丘直接伸手 一把将他给捞在了手中 强儿 你再继续胡闹的话 信不信我今天就要吃烤青鸞了 楚剑丘捏着小青鸟的身子 美好气地说道 哼 楚剑丘 你真小气 本姑娘只是想看看 你这条金龙分身的样子而已 小青鸟翅膀一震 从楚剑丘的手中 挣脱了出来 气呼呼地说道 楚剑丘懒得去理会这小傻鸟 他手一挥 把变成一尺大小的小金龙 收进了袖子中 金龙分身 在能够变化大小之后 他携带起来 也方便得多了 最后 楚剑丘又出了混沌至尊塔 让小金龙 留在混沌至尊塔中 然后把混沌至尊塔 收了起来 然后楚剑丘心念一动 只见 一道金光 从他的眉心射出 最后 化作一条 一尺来长的小金龙 楚剑丘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 欢喜无比 从今天开始 这条金龙分身 才算是拥有了 真正的意义 在他遇到危机情况的时候 这条金龙分身 可以瞬间从 混沌至尊塔中 飞出来 楚剑丘 有了这条金龙分身 你是不是就可以 横扫整个爱摩域了 此时 小青鸟也是身形一闪 从混沌至尊塔中 跑了出来 楚剑丘的这条金龙分身 修为可是 高达半部飞升镜 按摩域主的实力 即使再强大 也不可能和半部 飞升镜的金龙抗衡 即使加上按摩域主 挥下的那三百万的 帝尊镜 和五万的天尊镜大军 也同样不例外 若是按摩域 拥有三百万的天尊镜大军 或许还有半分可能和半部飞升镜的金龙抗衡 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我的第二分魂目前也就仅仅只能发挥出金龙分身的千分之一的实力而已 而且 以我第二分魂目前的神魂强度 最多只能发出一次攻击 就会把神魂之力消耗一空 要想凭借金龙分身横扫按摩域 还差得远呢 楚剑丘摆了摆手 说道 如果他的第二分魂 能够把金龙分身半部飞升镜的实力完全发挥出来 按摩域自然弹指可灭 但以他的第二分魂目前的神魂强度 很显然做不到这一步 嗨 楚剑丘 原来你还依旧是个样子货 爱得本姑娘空欢喜一场 小青鸟文言顿时撇了撇嘴 说道 楚剑丘听到这话 顿时恼火无比的 一个板栗朝小青鸟的脑袋上敲了过去 小啥鸟 你再这么胡说八道 信不信老子今天真的要吃烤青卵了 楚剑丘怒道 按摩王朝 中央皇城 按摩预住闭关的修炼室中 一股恐怖无比的气息 轰然一声 爆发开来 按摩预住缓缓地睁开眼睛 眼中射出两道光芒 从远古遗址秘境出来这三个月时间 他终于把体内所吸纳的所有按摩支器完全炼化 至此 也接连突破了两重境界 达到了小通玄境中期 按摩预住心中不由有几分遗憾 可惜 那远古遗址秘境的空间通道 目前只能通过通玄境以下的舞者 否则的话 如果他把魔岛上剩余的按摩支器完全吸收炼化 估计都能够突破到小通玄境巅峰 按摩预住突破小通玄境中期后 没有继续闭关修炼 而是从修炼室中走了出来 阴生 按摩预主沉声喝道 赞 预主大人 随着按摩预主这一声呼喝 阴生立即身形一闪 出现在按摩预主面前 向按摩预主恭敬地行了一礼 阴生如今也突破到了小通玄境 他现在代替了瞻太成为按摩预的三军统帅 毕竟如今按摩预光是半部通玄境强者就不下五百名 瞻太一个小小的天尊境巅峰舞者 根本就不足以服众 瞻太和颜丰在按摩预主带领大军 从远古遗址秘境出来后 他们两人也率领数十名的按摩预天尊境舞者 进入到远古遗址秘境 去魔岛提升修为了 如今魔岛上 只剩下最中央的方圆十万里 还存在按摩之气 所以瞻太和雁峰 并没有率领大规模的大军 再次进入远古遗址秘境 因为即使再把大量的大军带进去 也没有意义 以魔岛上最中央那方圆十万里的威压之恐怖 根本就不是天尊境以下的舞者 所能够进入的 即使是天尊境舞者 如果修为稍低 在魔岛最中央的那方圆十万里的区域 支撑的都十分的艰难 请点兵马准备进攻 按摩预主脸色漠然的说道 这一次他要亲自出手 带领按摩预的三百万地尊境大军 五万天尊境大军 横扫 丰元王朝 济山王朝和高河王朝 是 玉主大人 音声恭敬地应了一声 随即 他和朝朗 敖鹏 苍苍等人去调集大军去了 一天时间过去 音声来到按摩预主居住的大殿 向按摩预主汇报道 玉主大人 一切皆已准备妥当 如今我们按摩预大军的情况如何 盘坐在大殿中的按摩预主 睁开眼睛问道 天尊境后期舞者数量已突破一万 天尊境巅峰舞者数量突破四千 半步通拳镜强者再增一百名 达到了六百名 小通玄境初期强者 包括属下在内 一共有十名 音声汇报道 很好 处罚 按摩预主文言 顿时点了点头 以挥手道 在按摩预主的亲子带领下 三百万按摩预大军 顿时浩浩荡荡地 朝风源王朝开拔过去 正在边境亲子巡逻的战龙尊者 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不由一变 他立刻向风源学宫发出预警 自己也迅速朝风源皇城方向飞去 风源王朝西边疆域的百姓 已经全部迁到了松泉秘境 而风源王朝边军 也全部撤回了风源皇城内 战龙尊者自然不可能在这里 和按摩预大军进行硬刚 他之所以还一直留在这里 就是为了密切关注着 按摩预大军的动向 由于战龙尊者放弃了西边防线的防守 按摩预大军可以毫无阻碍地 一直推到风源皇城的城下 按摩预主原本是想先攻打玄剑宗的 毕竟大军一进入风源王朝境内的西长郡 行进一千五百万里后 再往南就是南州了 但是当按摩预主率领着大军向南边而行 来到玄剑宗的镇法长城城下的时候 却发现和镇法长城接壤的边境线的数十万里的疆域 全部被布置上了一层浓重无比的迷雾 他们要想攻打玄剑宗的镇法长城 必须要先穿过这片迷雾 但一旦按摩预的大军进入到这片迷雾之中 不但容易遭到玄剑宗大军的埋伏 最为关键的是 玄剑宗还可以在这些迷雾之中布置下破甲液 使得他们神不知鬼不觉的中招 当初谭台城率领按摩预大军在平潭郡中 就是被楚剑丘设下这些迷雾大阵 使得十数万的按摩预大军被破甲液所伤 最终全军覆没 有了谭台城的前车之鉴 按摩预主再次面对这迷雾大阵的时候 却是不得不慎 虽然他如今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小通玄境中起 按摩预大军的实力也远非数年前可比 但在面对玄剑宗的时候 按摩预主却也依然不敢有丝毫的吊意清心 因为楚剑丘尾时是太过狡猾了 各种花样手段层出不穷 按摩预包括他自己在内 在楚剑丘的手底下吃过太多的苦头 所以再见到南州北境 阵发长城的城外 绵延数千万里 全部都被浓重无比的迷雾覆盖 按摩预主再看了这番景象良久 最终还是没有选择首先攻击玄剑宗 而是转而调转大军的方向 朝着风源皇城的方向出发 按摩预主打算先把风源王朝给灭了 然后再来集中力量对付玄剑宗 阵发长城的城头上 楚剑丘看着按摩预大军的远去 脸色一片凝重 数个月过去 按摩预大军的实力又提升了一大截 接下来的这一番大战 恐怕会惨烈无比 不过 好在玄剑宗战部的实力在这几个月之中 在海量的荒谷气息的供应下 实力也是翻了数倍 如今玄剑宗的尊者净大军数量也达到了250万 其中地尊净大军达到了整整50万 神灵净大军达到了800万 虽然在地尊净大军数量方面 玄剑宗远不能和按摩预相比 但是在借助战阵假兵的情况下 论气大军的实力 玄剑宗其实并不比按摩预弱多少 玄剑宗唯一比按摩预弱的 是在高端战力上 如今按摩预包括按摩预主在内 通玄境高手达到了11名 而玄剑宗却只有顾清一名 通玄境武者 虽然论气战力来说 阿羽 公野炎 吞天虎 小青鸟 都不会比一般的通玄境武者弱 但是在通玄境战力的数量方面 却依然还是不能和按摩预相比 要说在最顶尖的战力方面 和按摩预的差距还不算太过悬殊 那么在中端战力方面和按摩预之间 差距可就太大了 按摩预的天尊净大军达到了整整5万名 而目前玄剑宗的天尊净武者数量 却刚刚达到1000名 嗯 楚剑丘 按摩预这些家伙 怎么来了又跑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啊 公野炎看着那远去的按摩预大军 顿时一脸好奇地问道 看来他们这是打算先攻打风源皇城了 楚剑丘说道 楚剑丘 那我们要不要出兵帮忙防守风源皇城 梁燕领转头看着楚剑丘 问道 楚剑丘文言沉吟了好一阵 最后开口说道 春王而耻寒 风源王朝被灭了 对我们玄剑宗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好处 只会让按摩预更加肆无忌惮地进攻我们玄剑宗 不过 这还是在看风源皇族的态度 如果他们此时还一门心思 想着搞那些鬼欲伎俩的话 那我们也没必要过去浪费力气了 风源皇城 风源学宫的义士大殿中 风格兰 风山玄 风义等人 坐在南宫燃雪 司空北齐等风源学宫武者的对面 双方的脸色 此时都是凝重无比 南宫公主 此时此刻 老夫认为我们应该放下彼此的恩怨 一起对付按摩预 否则 如果我们到现在都还在彼此较劲的话 最终谁都没有好下场 风山玄看着南宫燃雪 说道 风山玄 你让本宫如何相信你 南宫燃雪盯着风山玄 冷冷地说道 风山玄在青阳宗遗址核心区域和他们联手对付按摩预的时候 有过一次出尔反尔临时反水的举动 南宫燃雪又怎么可能会如此轻易相信他的话 南宫公主 如果我们无法取得彼此信任进行合作的话 风源皇城的护城大阵就无法正常启动 我们风源王朝被灭 你们风源学宫也同样得不到什么好结果 风山玄脸色铁青的说道 风源皇城的护城大阵需要风源学宫和风源皇宫两个阵机联合进行启动 风源皇城的护城大阵才有可能正常开启 否则光靠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启动风源皇城的护城大阵 我们风源学宫可以搬到南州去 南宫燃雪淡淡地说道 南宫燃雪 你究竟想怎么样 风山玄听到这话 脸上顿时勃然变色 瞬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盯着南宫燃雪 喝道 把这个血气给牵了 本宫就相信你 否则 本宫信不过你这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南宫燃雪说道 说着 他手掌一张 驱出一个血气卷轴 扔给了风山玄 风山玄几果血气卷轴 展开看了一下 脸色顿时 不由难看无比 南宫燃雪 你这过分了吧 你这血气 只对我们风源皇族 有约束要求 却没有对你们风源学宫 有半点约束 万一你们到时候向我们出手 我们岂不是要束手待毙 风山玄脸色阴沉地说道 南宫燃雪的这份血气卷轴 上面只规定了 在击退暗魔域大军之前 风源皇族不得背信弃义 向风源学宫和玄建宗的人出手攻击 但却并没有对风源学宫和玄建宗的人 有任何的约束 一旦他欠了这份血气 在击退暗魔域大军之前 他们面对风源学宫和玄建宗 岂不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我们风源学宫和玄建宗 不至于像你们风源皇族 那么卑鄙无耻 联手抗敌期间 做出那种背信弃义的卑劣行径 南宫燃雪默然说道 南宫燃雪 你这血气规定 我们风源皇族绝对不会接受 除非你把风源学宫和玄建宗的约束 也添加上去 否则 我们宁愿舍去风源皇城 风山玄冷然说道 你们风源学宫可以搬迁去南州 我们风源皇族 也同样可以撤出风源王朝 去投奔炎炎王朝 你要是坚持要求如此的话 我们双方只会两败俱伤 最终只会便宜了暗魔域 南宫燃雪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阵沉默 风格兰健壮 顿时从风山玄手中 去过那个血气卷轴 观看了一眼 最终看向南宫燃雪 开口说道 南宫公主 你定一个双方来说 都公平的血气约定 这对打消我们彼此之间的猜疑 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这血气约定 没有对你们和玄建宗的人 进行约束的话 我们也无法对你们完全信任 如此一来 只会在我们应付 按摩玉大军的时候 徒增变数 南宫公主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真要看着传承 数十万年的风源学宫 就此毁于一旦 恐怕你师父 全下有知的话 不会乐意 见到这一幕吧 南宫燃雪 在听到风格兰 最后那一句话的时候 心中顿时不由一抽 无疑 风格兰这句话 的确击中了他心中最大的弱点 南宫燃雪之所以要留守 风源皇城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不想传承数十万年的 风源学宫 就此毁在自己的手上 时至今日 他物资没有忘记 师父当年把风源学宫 教导自己手上的时候 对自己的阴阴期盼 南宫燃雪 答应他 正在南宫燃雪 沉默犹豫的时候 此时一道声音从义士大殿外面 穿了过来 众人转头朝大殿门口看去 只见一道青山身影 从义士大殿外面 走了进来 楚剑秋 你怎么来了 南宫燃雪 看着这道青山身影 问道 南宫燃雪 答应他吧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对付按摩浴 楚剑秋走到南宫燃雪的身前 凝视着他那双动人无比的美眸 说道 风格兰所说的话 也不无道理 如果只是对风源皇族进行约束 而没有对风源雪宫和玄剑宗 进行约束的话 风源皇族 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的放心 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徒增变数 风源皇城 位于风源王朝的核心要地 一旦被按摩玉大军攻陷 这对于接下来 玄剑宗和济山王朝 高河王朝 联合抵抗按摩玉大军的进攻 可是十分的不利 因为按摩玉大军 一旦占据了风源皇城 如此关键的要塞之地 向北可以阻断济山王朝大军的南下 向东也可以随时出击 高河王朝 这样一来 将会使得他们三股力量 被截断分散开来 不能汇合一处 所以无论是南宫燃雪 出于保护风源学宫的传承 还是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要性来说 风源皇城都不能轻易失去 只要风源皇族肯签订血器 在这血器上 添加对风源学宫和玄剑宗的约束 又有何妨 这对风源学宫和玄剑宗来说 也并没有什么损失 楚剑秋原本也没有打算 在和暗魔与大军交战期间 对风源皇族动手 既然你想答应他的要求 那你自己来和他谈吧 南宫燃雪瞥了一眼 楚剑秋淡淡地说道 其实他之所以拟定 如此过分的血气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考虑楚剑秋的感受 毕竟当初在清阳宗遗址 核心区域的那一战之中 险些被暗魔御主袭杀的人 是楚剑秋 而被暗魔御主一拳重创 险些身死的龚野炎 也同样是楚剑秋的人 他现在要和风源皇族合作 自然得考虑楚剑秋的感受 如今 既然楚剑秋都没有意见 那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楚剑秋听到这话 倒也并没有推让 接下来 楚剑秋和风格兰两人 重新拟定了一份血气 这份血气对双方都有约束 血气规定 在击退暗魔御大军之前 双方任何一方 不得对另一方发起攻击 背弃约定 在击退暗魔御大军之后 这份血气约定则自动废除 楚剑秋根本就没想着 和风源皇族消灭恩怨 化解矛盾 和风源皇族的合作 也只是暂时的而已 一旦击退暗魔御大军 他们双方之间之前该是如何 过后就还是如何 和风源皇族的那些仗 他迟早都要和风源皇族 一笔一笔算清 对于这份新的血气 风山玄看过之后 也没有意义 他同样也没有想着 和楚剑秋彻底化解恩怨 因为 以双方所结下的仇怨之身 这根本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双方能够暂时达成合作 这还是在暗魔御大军的生死威胁之下 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已 在双方的意见达成一致之后 楚剑秋南宫燃血 风格兰风山玄四人 分别在这份血气卷轴上 用本命精血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血气已签 我们现在也算是盟友了 合作愉快 风格兰向楚剑秋伸出先行御手 俏脸含笑地看着楚剑秋说道 楚剑秋瞥了他一眼 考虑道 接下来估计有不短的时间 双方在对抗暗魔御大军方面 有不少需要配合的地方 至少在这段时间里 双方的关系不必要闹得太僵 楚剑秋略以犹豫之下 最终还是伸出了手 和他轻轻握了一下 在和风格兰的手略以接触之后 楚剑秋便把手迅速 收了回来 丝毫没有半点留恋的意思 风格兰 希望你们最好别耍什么花影 楚剑秋看着风格兰 警告了一声 道 楚公子放心 风格兰 风格兰 那是我们风格兰 那是我们风格兰 皇朝的皇城 暗魔狱也同样是我们风格兰 皇族的生死大帝 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 我们岂敢不尽心尽力 这不是自诩灭亡吗 风格兰 风格兰 温言软语的微笑说道 对于楚剑秋肯和他握手 风格兰 心中不有一阵暗息 虽然 楚剑秋依然没有对他放松警惕 但却已经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样 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已经是一个不错的进展 只要楚剑秋逐渐放下对他的戒心 迟早有一天 会在他的美色诱惑之下沦陷 那样一来 他就可以探清楚楚剑秋身上的秘密 从而把楚剑秋身上藏着的大机缘 给夺取过来了 他如此煞费苦心刻意逢迎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夺取楚剑秋身上的秘密 如此最好 楚剑秋文言点了点头说道 赶紧做好准备吧 安摩玉大军快要推进到 风元皇城的城下了 楚剑秋 你给本宫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喜欢上了风格兰了 等到众人散去 南宫燃雪把楚剑秋叫住 一双美眸叮嘱楚剑秋 脸色冷冰冰的说道 楚剑秋听到这话顿时不由一愣 南宫燃雪 你在说什么 我喜欢风格兰 楚剑秋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 一脸哭笑不得的说道 南宫燃雪 你脑子没有抽风吧 这样的话你居然都说得出来 你要是不喜欢风格兰 干嘛和他那么亲你 南宫燃雪目光炯炯的盯着他说道 我什么时候和风格兰亲你了 楚剑秋听到这话 不由一脸无语地说道 南宫燃雪 你今天的脑子没病吧 怎么老是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 楚剑秋 本宫提醒你一句 你可别被风格兰的美色给迷了心窍 风格兰如此刻意地靠近你 肯定不安好心 你可别到时候色迷心窍 栽在他的手里 南宫燃雪 脸色冷冰冰地说道 行了行了 南宫燃雪 你别胡思乱讲这些有的没的 我可没那么蠢 我要真是色迷心窍的话 怎么着也是先被你给色迷心窍了 有你这位风源王朝第一美人在前 我难道还会舍尽求远不成 楚剑秋没好气地说道 楚剑秋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本宫才不会看上你 南宫燃雪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羞怒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就你这个曲曲风源学宫外门弟子 也想打本宫的主意 门都没有 不过 南宫燃雪虽然嘴上这么说 心中却不自觉有几分窃喜 当心中生起这么一股念头的时候 连南宫燃雪自己都不由 有几分莫名其妙 这小子胆敢对自己说如此轻薄的话 自己不应该是愤怒才对吗 欢喜个什么劲 想到这里 南宫燃雪 近中不由有几分微微凌乱 今天自己这是怎么了 怎么竟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我当然知道你不会看上我 我不就是打一个比方吗 你这么激动干啥 楚剑秋有些无语的说道 就南宫燃雪这娘们的脾气 楚剑秋都很难想象他会对男人动心 也正是因为 楚剑秋心中认为 南宫燃雪不可能会看得上他 所以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才没有什么顾忌 要是他知道南宫燃雪也会对他产生感情 楚剑秋打死也不会对南宫燃雪说这些话 风原皇城城下 数百万暗魔狱大军黑压压的朝风原皇城这边压了过来 数百万帝尊景 数万天尊景大军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气势是难以想象的 见到眼前的这一幕恐怖景象 风原皇城的城头上 楚剑秋 南宫燃雪 风山玄等人 脸色都是一片凝重 就连风格兰 姿势也同样是脸上变色 他在收到相关的情报信息的时候 知道暗魔狱如今的实力十分强大 但却不知道暗魔狱的实力居然恐怖到如此地步 如此可怕的一支大军 恐怕即使是大通玄境强者遇到 也带退避三射 不敢轻英其风 暗魔狱主看了风原皇城城头上的楚剑秋一眼 手一挥 脸色淡漠地喝道 进攻 随着暗魔狱主一声令下 数百万暗魔狱大军顿时结成战阵 朝着风原皇城扑了过去 结阵 迎敌 见到这一幕 楚剑秋也同样面容冷肃地下令道 早已经守在楚剑秋身边的一万储君精锐将士 立刻结成战阵甲兵阵法 一阵光芒闪过 楚剑秋和那一万精锐储君将士 立即化作了一具身高千丈的战阵甲兵巨人 这一万储君将士乃是储君之中实力最强的一万将士 其中修为最弱的将士都是帝尊敬终其的境界 这一万储君将士的实力 比起当初楚剑秋刚刚实验七阶中品战阵甲兵的时候 实力翻了数倍不止 再加上 楚剑秋如今的修为也比当初突破了一重境界 各种因素的叠加之下 楚剑秋如今操控这具七阶中品战阵甲兵 所能够爆发出来的战力 比起当初刚刚实验的时候 提升了十倍不止 在楚剑秋和那一万储君将士 化身为身高千丈的战阵甲兵的时候 其余的储君将士和神剑军也纷纷列阵迎敌 为了抵挡按摩域大军的进攻 楚剑秋把五十万神剑军和五十万储君全部调动了过来 虽然玄剑宗的尊者将大军达到了整整两百五十万 但楚剑秋却不敢全部调动到枫原皇城这边来 他始终都没有忘记 血影联盟将与血神殿中的那个存在的危险 楚剑秋隐隐有几分预感 血神殿中的那个存在 很有可能会趁着按摩域的这次进攻的机会 对玄剑宗发难 所以玄剑宗的两百五十万尊者将大军 楚剑秋仅仅只是把神剑军和储君 这一百万的尊者将大军调动了过来 其余的一百五十万尊者将大军 楚剑秋全部都安排在了玄剑宗西南边境 防止血神殿那个存在的突然发难 当然除了神剑军和储君 这加起来的一百万尊者将大军之外 楚剑秋还把四百万的神灵将大军调动了过来 风原皇城的城头上 玄剑宗防守的这段城墙上 除了列阵着一百具的七阶战阵甲兵 还有四百具六阶极品战阵甲兵 战龙尊者所率领的风原王朝大军 军力也同样不弱 在数个月前 暗魔与大军从远古遗址秘境中出来之后 南宫南雪和一众风原学宫公主 便把自己在青阳宗遗址中 所收获到的大部分宝物资源 拿到玄剑宗 换取了大量的战阵甲兵和玄尊丹 在数量巨大的玄尊丹的供应下 风原王朝边军这几个月来 实力也是提升了数倍不至 风原王朝边军 不但在尊者境大军的数量上 达到了上百万 而且还列装了大量的战阵甲兵 在尊者境大军方面 风原王朝大军比起玄剑宗弱了不少 因为风原王朝的这一百万尊者境大军之中 帝尊境大军还不到十万 而玄剑宗的神剑军和储军 两大战部的帝尊境将士却达到了整整二十万 不过在神灵境大军方面 风原王朝大军倒是比玄剑宗这边多出了不少 达到了整整一千万 所以风原王朝大军防守的这段城墙上 除了一百具的七阶战阵甲兵之外 还有一千具六阶极品战阵甲兵 眼看着无数暗魔狱大军 犹如潮水一般涌向风原皇城的城头上 梁彦玲脸色沉塑地指挥着神剑军 结成战阵 弯弓搭建 朝着暗魔狱大军射了过去 五十根巨大无比的箭矢 击射而出 在天空中结成一个森严无比的剑阵 朝着暗魔狱大军轰了过去 现在的神剑军 比起当初对付风格兰的时候 实力提升了数十倍不止 当初对付风格兰的时候 神剑军的尊者镜将士 还仅仅只有十万 其余四十万都还是神灵镜武者 但是现在 神剑军光是帝尊镜将士 就达到了十万 其余四十万将士 也全部突破到了尊者镜 如今 神剑军所激发的玄晶神铁金甲剑阵 比起之前对付风格兰时 不可同日而言 若是现在 风格兰面对神剑军这恐怖无比的一击 恐怕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就直接在这剑阵之下化作一片鸡粉了 当见到天空中那个恐怖无比的剑阵 所散发出来的可怕威力时 就连按摩玉主脸色都不由一阵巨变 即使他如今修为突破到了小通玄境中期 势力暴涨数十倍不止 如果被这个恐怖无比的剑阵直接击中 恐怕也只有死路一条 神剑军的这一波剑鱼所形成的剑阵 射向的地方正好是敖鵬所率领的按摩玉大军 敖鵬见到这可怕无比的剑阵笼罩下来 脸色顿时不由一阵巨变 给我进攻 敖鵬口中发出一声怒吓 他率领着数千名天尊敬武者 和数十万的帝尊敬大军 结成战阵 朝着那个笼罩下来的剑阵 轰击了过去 空不无比的战阵威能 和那个笼罩下来的森严剑阵 撞击在一起 爆发出一股犹如海啸般的能量风暴 朝着四周排山倒海般席卷而去 作为战阵振兴的敖棚 全身如遭雷击 一口鲜血狂盼而出 哪怕他如今已经是小通玄境初气的修为 再加上数十万帝尊敬大军的战阵加持下 遭受神剑军这全力一击 所激发出来的玄境神铁金甲剑阵 也不由受创不小 神剑军所爆发出来的这个剑阵 威力实在是太过可怕了 这一击之下 敖棚麾下的大军就被击杀了一名半步通玄境 十名天尊敬和上万帝尊敬 这还是在暗魔域大军 也是结成了战阵对轰之下 否则 若是任由那个剑阵落入暗魔域大军之中 恐怕造成的伤亡远不是现在可比的 只不过 还没等敖棚缓过劲来 又一波剑阵已经席致 敖棚脸色难看无比 只能率领麾下大军 结成战阵 再次迎击 这一波的对轰下 敖棚率领的麾下大军 损失更加惨重 神剑军一连射出了五波剑语 每一波剑语所结成的战阵 都是朝着敖棚所率领的那支大军 轰击过去 五波剑语过后 敖棚终于支撑不住 在最后一波剑阵的袭击下 敖棚整个身体都崩裂开来 敖棚也成为了第一个在战场上陨落的通玄境强者 这五波剑语的袭击下 非但把敖棚击杀 他所率领的那支大军 也同样损失极其惨重 半部通玄境强者 被击杀的数量达到了十数名 天尊敬武者的陨落数量 也超过了上百名 而帝尊敬的将士 被击杀的数量更是超过了十万 不过 神剑军取得这样的战果的同时 几乎所有将士体内的真缘 也已经全部消耗一空 在梁彦玲的指挥下 这些真缘耗尽的神剑军将士 立刻迅速向后撤离 在这些神剑军战阵假兵的前方 五十万储君将士和四百万神灵境将士 所结成的战阵假兵 正在抵挡着无数按摩与大军 犹如潮水般的攻击 而在这剧烈无比的厮杀中 一道身影忽然一闪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朝着神剑军这边 袭击过来 楚剑军见到这一幕 立即操控着那具七阶中品战阵假兵 朝着这道袭击过来的身影 一箭劈了过去 楚剑军一直都在盯着按摩御主 防止他突然发难 按摩御主的实力太强了 一旦被他出手偷袭成功 身剑军将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在楚剑军出手攻击向按摩御主的同时 南宫南学也同样对按摩御主出手了 在这两道强大无比的攻击之下 按摩御主脸色也不由一阵微变 虽然他的按摩之躯防御力很是强大 但面对这两道如此强大的攻击 按摩御主也不敢无视 任由这两道攻击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现在可是身处厮杀剧烈无比的战场上 风圆狂乘的城头上 还有一句句威力巨大的战阵甲兵 若是一个不慎 即使他拥有按摩之缺的强悍防御力 也很有可能会陷入围杀之中而陨落 按摩御主手中长刀一挥 挡下了来自楚剑丘的战阵甲兵 以及南宫燃血的联手一击 哄哄 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像爆发出来 楚剑丘操控的战阵甲兵和南宫燃血 被按摩御主这一刀之下 震得向后直飞而去 不过按摩御主想向神剑军的袭击 也被楚剑丘和南宫燃血阻挡了下来 有了这么一刹那的机会 冯孝立即率领武师巨 楚军的战阵甲兵 手中挥舞着战阵甲兵巨剑 形成一个恐怖无比的剑阵 朝着按摩御主兜头披下 武士兵长达数百丈的战阵甲兵巨剑 汇聚成一张巨大的剑网 恐怖无比的剑翼 在这张剑网之中激荡着 按摩御主见到这一幕 脸上顿时不由露出一抹忌惮的神色 他不敢和这五十具战阵甲兵 所形成的这张剑网硬碰 身形一闪 飞离了风源皇城的城头 不过 方校的楚军虽然联手逼退了按摩御主 但是由于防守的空虚 让按摩御的大军有了可乘之机 不少按摩御的大军 趁着这个机会攻上了城头 那四百具六阶极品战阵甲兵 顿时和这些攻上城头的按摩御大军 陷入了剧烈无比的艰苦熬战之中 按摩御主眼神冰冷地看着这一切 他在一旁默默等待着机会 只要方校率领的五十具战阵甲兵 一旦露出破绽 他立即就会扑上去 给予他们致命的一击 楚剑秋并没有给按摩御主 下一次向楚军和神剑军出手的机会 他操控着那具七阶中品战阵甲兵 主动朝着按摩御主杀了过去 让按摩御主才一捧虎视眈眈 这对于玄剑宗大军来说 尾施太过危险了 虽然若是正面交战之中 无论是楚军还是神剑军 都并不会输给按摩御主 反而很有可能把他给击败 但按摩御主也并非只有一个人 他回想也有着数百万的帝尊敬大军 在如此剧烈的厮杀之中 楚军和神剑军都不可能全神贯注地 防范着按摩御主的袭击 而一旦让按摩御主找到机会出手 就会给楚军和神剑军带来难以想象的重创 楚剑秋绝对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按摩御主给托住 不让他有出手的机会 南宫燃雪见到这一幕 他怕楚剑秋独自一人和按摩御主交战 会有什么闪失 顿时身形一闪也跟在楚剑秋的身后 朝着按摩御主杀了过去 公野炎吞天虎小青鸟也在同一时间 朝着按摩御主杀了过去 风格兰健壮 眼中露出几分沉吟的神色 不过最终他身形一闪也还是加入到了 对按摩御主的围杀之中 六大高手围杀按摩御主 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就此爆发开来 饶尸按摩御主实力高强 面对如此众多的高手围杀 一时间也不由落入了下风 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中 众人的实力强弱 也由此显露了出来 众人之中 以按摩御主的实力最为恐怖 强悍无比的肉身防御力 再加上可怕无比的战力 使得他的实力比起楚剑丘等人 都高出了一大戒 而参与围杀按摩御主的众人之中 则以南宫燃血的实力最为强大 南宫燃血炼化了大量的荒谷气息 一身真元已经全部转化为 由荒谷气息所炼化的真元 其凝炼程度远非之前吸收天地灵气 所炼化的真元可比 再加上近短时间 南宫燃血修炼了一门通玄境的武器 在真元的运用和爆发方面 也更加的强大 而且南宫燃血身上还穿着 防御力强大无比的摩林铁奖 他手中的八戒中品法宝 也已经彻底炼化 论气综合实力来说 他虽然比不上同境界的按摩御主 但是却也没有差距到无法匹敌的地步 排在南宫燃血后面的 并非同样是小通玄境中企的风格兰 而是操控着七阶中品战阵假兵的 楚剑秋 楚剑秋操控的这具 七阶中品战阵假兵的 一万楚军将士 乃是玄剑宗最为精锐的一万将士 他们之中 修为最低的 都是帝尊境中企的修为 修为最高的 甚至达到了天尊境初期 在调动如此强大的 一万楚军精锐将士的力量下 楚剑秋爆发出来的战力 也是非常的恐怖 论气攻击力方面 他甚至都不比南宫燃血弱多少 而他和南宫燃血 也是按摩御主最为忌惮的两个人 在楚剑秋之后才是风格兰 风格兰展现出来的战力 比起南宫燃血差了一大截 就算和楚剑秋操控的 七阶中品战阵假兵相比 也有不小的差距 这六人之中 最令人意外的 反而是龚野岩的战力 龚野岩以半部通玄境的修为 所展现出来的战力 居然半点也不比风格兰弱 若是他正式突破通玄境 估计光是他独自一人 都能够和按摩御主抗衡了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龚野岩所施展的武学 以及真远 居然隐隐克制 按摩御主的按摩之躯 他对按摩御主的威胁 比起风格兰都还大 面对他的进攻 按摩御主都在非常认真的应付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见到这一幕 非但是南宫燃雪 风格兰等人震惊无比 就连按摩御主 也同样惊骇异常 龚野岩当初在清阳宗遗址 为楚剑球挡了他那致命的一拳 非但没有死 反而变得如此强大 而且按摩御主刺客 从龚野岩身上 居然感觉不到一丝一毫的按摩气息 反而充满了一种中正纯和的正气 按摩御主看向龚野岩的目光中 满是匪夷所思的神色 居然能够把一个已经魔化的人 再次恢复人祖身躯 而且还变成了一种专门克制按摩之躯的体制 这简直是一种难以想象的手段 至少在他的认知里 就从来不知道一个已经魔化成按摩之躯的人 还有能够恢复人族身躯的可能 按摩族的功法是非常霸道的 一旦已经转化就完全不可能逆转 但是今天 龚野岩身上出现的情况 却是完全颠覆了按摩御主的认知 龚野岩身上发生的情况 以龚野岩自身的能耐 显然无法做到这一步 这肯定又是楚剑丘弄出来的手笔 这小畜生还当真是他按摩御的克星 风格兰看了一眼龚野岩 目光一阵闪烁 对于龚野岩展现出来的惊人战力 风格兰是既吃惊又嫉妒 这小剑人的武道天赋 居然比起南宫燃雪都还要更加恐怖 南宫燃雪在半步通玄境的时候 战力可远远无法和龚野岩相比 这要是这小剑人突破到通玄境 以后岂不成为自己谋夺楚剑丘身上的机缘秘密的一大阻碍 想到这里 风格兰心中不由隐隐升起了几分杀机 但碍语他已经和楚剑丘南宫燃雪签订了血气 最终不得不把心中的杀机压了下来 血气的约束效果虽然远不如天道誓言 但是一旦违反血气约定 所遭受的反噬也是极其严重的 轻者有可能终身的修为再也难以寸进 重者有可能因伪血气反噬而使得修为打跌 误到根基受损 最为严重的情况 甚至都有可能在血气的反噬之下 直接生死盗消 即使是其中最轻的情况 风格兰都不可接受 对于他这种拥有大好前途的天凤公弟子来说 如果从此修为再难以寸进 这比杀了他都还要难受 所以风格兰即使对公野炎升起了杀机 却也不敢违反血气约定 对公野炎下手 即使借助按摩御主之手 故意借刀杀人 也同样不行 因为这同样也在血气的约束范围内 小青鸟看了公野炎一眼 心中顿时不由一阵嘀咕 想不到 围杀按摩御主的众人之中 最弱的反而是他和蠢虎了 现在居然连公野炎这小妞 势力都比他强了 只可惜按摩御主发动的攻势太早了 哪怕再给他十天的时间 让他再炼化一些荒谷气息 他都能够突破到半步通玄境 若是他也突破到半步通玄境的话 实力比起公野炎这小妞 绝对是指强不弱 小青鸟和吞天虎在围杀按摩御主这六人之中 的确是最弱的两人 不过他们的战力虽然比风格兰弱一点 但凭借强悍无比的肉身力量 综合实力却并不比风格兰弱多少 在这六大高手的围攻下 即使以按摩御主实力之强大 也完全落入了下风 不过按摩御主虽然完全处于劣势 但是众人想要击败按摩御主 却也并非一事 至于光凭他们六人 要想击杀按摩御主 那更是基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阿宇和顾青 本来也想随着众人 一起过去围杀按摩御主 但是他们的身形刚动 便已经被阴生和朴苗拦了下来 阴生和朴苗 此时同样也已经是 小通玄境初起的修为 尤其是阴生 作为按摩御的十大战将之首 本来实力就非常强大 现在突破了通玄境 他的实力更是非同小可 顾青和他作为同境界的舞者 和阴生的这一战之中 也仅仅只能和阴生打成平手而已 这还是顾青炼化了无数荒谷气息 真元凝炼无比 再加上拥有魔灵铁甲护铁的缘故 否则 在阴生拥有按摩之躯的优势的情况下 顾青还真未必是他的对手 阿宇虽然能够压着朴苗打 但是朴苗毕竟是通玄境强者 阿宇的实力也并没有占多大的优势 想要在短时间内把朴苗击败甚至击杀 显然都并不容易 不过好在阿秋哥哥那边的情况还算好 阿宇顿时也并不急于短时间内把朴苗击败 而是沉下心来和朴苗交战 在阿宇宁神静气沉下心来之后 他面对朴苗 顿时逐渐占据了更大的优势 在通玄境这些高端的战场上 玄建宗和丰元学功的情况还算好 但是在丰元皇城城头的大军厮杀中 玄建宗和丰元王朝这边情况却是并不太妙 暗魔狱的帝尊敬大军数量伪失太多了 犹如一波又一波黑色的潮水拍向了城头 玄建宗和丰元王朝大军虽然拥有战阵甲兵的辅助 但是抵挡这些犹如潮水般的暗魔狱大军依然非常的辛苦 城头上的刺杀惨烈到了极点 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将士倒下 慕容卿影站在丰元皇城的城头上 施展水系道法操控着大量的破甲液 想把破甲液弄到那些暗魔狱大军的身上 破除他们身上的黑林魔体 但是这一次暗魔狱大军的进攻显然已经对破甲液有了防备 这些暗魔狱大军的身上都穿着遮掩全身的铠甲 每一名的暗魔狱将士都几乎只是露出眼睛和鼻子 以及拿着兵器的双手 想要把破甲液穿过这些铠甲弄到他们的身上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这一次暗魔狱还准备了一名精通水系道法的通玄境强者 专门针对慕容卿影 使得慕容卿影操控的那些破甲液不断地落空 这使得慕容卿影要想把破甲液弄到那些暗魔狱将士的身上 更加的困难了 在一番努力之下 慕容卿影已经把手头上的破甲液消耗过半 但是取得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 见到这一幕 慕容卿影脸色顿时不由一片惨白 这一场大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 神剑军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施展出玄境神铁精甲剑针 真元耗尽之后 有一次次的退下 不过神剑军的玄境神铁精甲剑针 也就是在第一次的时候 才取得诛杀十万暗魔狱帝尊敬将士的巨大战果 后面的战斗中 所取得的战果便远远不能与第一次相比 后面的战斗中 神剑军一次耗尽真元的攻击 诛杀敌人最多的一次 也就只诛杀了五万暗魔狱将士 有时甚至接连五波剑鱼射出去 只取得诛敌一万的战果 这是因为 暗魔狱在有了第一次教训的情况下 每次神剑军上来时 他们立刻就会转攻为首 没有再和神剑军的玄境神铁精甲剑阵 硬碰硬 而是转化为防御力最为强大的 黑鳞魔甲阵 神剑军的玄境神铁精甲剑阵 虽然也能够洞穿 暗魔狱的黑鳞魔甲阵的防御 但是 在击穿那层防御力极其坚固的 黑色鳞甲之后 玄境神铁精甲剑阵 所能够剩余的威力 已经所剩无几了 很难再对暗魔与大军取得大规模的杀伤效果 神剑军由于有着储君将士 和其余神灵境 达到六阶极品战阵甲兵的守护 他们倒是没有出现什么折损 但是 顶在最前方的储君和那四百具 六阶极品战阵甲兵 却出现不小的伤亡 至于战龙尊者所率领的 丰元王朝大军 伤亡的情况则更是惨重 随着暗魔与大军犹如潮水般 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眼看着 丰元皇城的城头就要防守不住了 防线已经岌岌可危 丰山玄 将军还不开启护城大阵 更待何时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顿时朝丰山玄和将军大喝道 他虽然一直和南宫南雪等人在围攻按摩玉主 但是却随时关注着城头上的战况 听到楚剑秋的贺声 风山玄面沉如水 不过 他这一次倒是没有和楚剑秋抬杠 而是立即把真元灌注进 丰元学宫护山大阵的阵法中枢玉牌中 随着他的激发 风元皇宫中一道巨大无比的光柱冲天而起 将军也同样不敢怠慢 在同一时间 他同样把真元灌注进 风元学宫的阵法中枢玉牌中 激发风元学宫的护山大阵 在风元学宫中 一道丝毫不亚于风元皇宫的巨大光柱冲天而起 随着两道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 方圆百万里的风元皇城中 无数地方也同样冲起一道道巨大的光柱 这些光柱激设到天幕上 围绕着风元皇宫和风元学宫激设出的 那两道巨大光柱 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福音 在这个巨大无比的福音中 一道更加巨大而恐怖的光柱 激设而出 这道光柱之中 携带着难以想象的可怕威力 风山玄和将军 合力操控着风元皇城的护城大阵 使得风元皇城天幕上的巨大福音中 射出来的那道恐怖光柱 朝着暗魔狱大军中激设而去 在风元皇城的护城大阵激发的时候 正有如潮水般涌向风元皇城的城头上的 暗魔狱大军 已经纷纷从风元皇城的城头上撤退 转攻为首 结成了防御力最为强悍的黑林魔甲阵 无数黑器在这些暗魔狱大军的头顶汇聚 最终凝聚成一张巨大而紧固的黑色林甲 当在了这些暗魔狱大军的面前 就在这张黑林魔甲凝聚出来的时候 风元皇城天幕上的福音 所激发出来的恐怖光柱 已经轰击了过来 轰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恐怖无比的光柱 轰击在那张黑色林甲上 顿时掀起一股难以想象的能量风暴 不过 暗魔狱的黑林魔甲阵防御力虽然坚固 但在这道巨大无比的光柱的轰击下 只是坚持了数个呼吸的时间 便被这道巨大的光柱给洞穿 那些暴露在这道光柱攻击下的暗魔狱将士 瞬间化作了飞灰 连渣都没剩下半点 风山玄和江济竭力操控着这道光柱 是的 这道巨大的光柱 在那张巨大的黑色林甲上划过 这道威力恐怖无比的光柱 划过那张巨大的黑色林甲 顿时犹如一把滚烫的利刃 划过洞游一般 在那张黑色林甲上划出了一道巨大无比的口子 这一个过程吃去了整整半盏茶时分 那道恐怖光柱这才缓缓消散 但就是这么短短半盏茶时分 死在这道恐怖光柱下的暗魔狱大军就超过十万 风山玄和江济操控着风源皇城的护城大阵 使得从地面上射向天幕的那一道道光柱 不断向着天幕中的那个巨大的浮影注入着庞大无比的能量 酝酿着下一次的攻击 撤 暗魔狱主见到这一幕顿时大喝道 若是被风源皇城天幕上的那个巨大浮影再次发动一次攻击 暗魔狱大军至少又要折损十万大军以上 暗魔狱的大军数量虽然众多 但是却也禁不住这样一次次的巨大折损 暗魔狱主在下达这声命令的同时 他全身一震 整个身躯忽然急剧变大 转眼间就化作了一头身高数千丈的巨大魔物 这头魔物的体型质庞大 比起楚剑秋操控的那具七阶中品战阵甲兵 都还要庞大数倍 在化作身高千丈的巨大魔物之后 暗魔狱主一刀朝风格兰劈了过去 在围攻他的这六人之中 风格兰的战斗意志最是薄弱 从他这里下手来突破重围是最容易成功的 果不其然 在见到暗魔狱主劈过来的这灵力无比的一刀 风格兰根本就不敢与之抵抗 连忙身形一闪避开了一边 暗魔狱主则趁着这个机会 身形一闪拖出了重围 回到了暗魔狱大军之中 楚剑秋等人见到这一幕 也不敢追击过去 如果他们陷入到暗魔狱大军的围杀之中 再想突围而出 那可就难了 楚剑秋等人看了暗魔狱主一眼 身形一闪 也是回到了风源皇城的城头上 暗魔狱主带领着暗魔狱大军 迅速朝着远离风源皇城的方向撤退 在他们撤出上百万里的时候 风源皇城天幕上的那个巨大浮印 这才完成第二次叙事 发起了第二波的攻击 只是由于距离太远了 天幕中的浮印所击射出的光柱 在经过百万里距离的时候 威能已经减弱了不少 最终只能勉强击穿暗魔狱大军的黑林魔甲阵的防御 对暗魔狱大军所造成的杀伤力微乎其微 估计也就诛杀一两万的暗魔狱大军 这一次的攻击便已经消散 风山悬和江济没有操控护城大阵进行第三次的攻击 风源皇城的护城大阵每发动一次攻击 所消耗的能量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只是取得一两万的朱迪效果 这太过不值了 刚才第二波攻击之所以继续发出 那是因为已经完成了叙事 即便不发出攻击这一些能量最终也只能浪费掉 还不如发动一次攻击能取得多少效果算多少 在暗魔狱大军撤退后 风山悬和江济立刻撤掉了护城大阵 天幕中的那个巨大浮影开始缓缓消散 护城大阵即使没有发动攻击 光是维持着开启的状态 每时每刻都要燃烧海量的能量 他们自然不敢让这护城大阵一直维持开启状态 否则即使有再多的钱也完全不够烧 在暗魔狱大军暂时撤退后 初见秋下令 让一众将士暂时休息一下 他和梁彦玲一起清点了一番这三天三夜大战的伤亡 一番清点之下 初见秋一颗心顿时不由沉了下来 这三天三夜的大战 玄建宗大军伤亡 韦师太过惨重了 自从玄建宗拥有了战阵假兵之后 还从来不曾出现过这么重大的伤亡情况 那四百具的六阶极品战阵假兵 居然折损了三四十具 按照每一具战阵假兵中都有一万将士计算 这就是伤亡了三四十万人 这还只是那四百万神灵境战士的伤亡情况 在这次大战中 连储君这样的精锐 居然同样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五十万储君伤亡的也达到了六七万人 唯一情况还算好的 只有神剑军 神剑军由于战斗方式的原因 并没有顶在防守阵线的最前方 所以神剑军的杀敌数量 虽然几乎是最多的 但是本身却并没有出现折损的情况 战龙尊者率领的封元王朝大军方面 折损更加惨重 一百具的七阶下品战阵假兵 居然折损了三十余具 这可是相当于折损了三十多万的尊者敬大军 折损数量达到了三分之一 至于封元王朝大军 那一千具的六阶极品战阵假兵 折损的数量达到了整整四百多具 这可是四百万的大军阵亡 除了大军方面的折损 高端战礼方面也同样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 封元学公执法堂副党主施建元 战龙尊者麾下的得力战将江化 都在首城大战中战死 司空北齐几百亿卯尘等人受伤极其沉重 即使是九转负命丹 一时之间居然都难以让众人的伤势迅速恢复 封元皇城那边情况也同样极其不妙 和封非臣一起从炎炎王朝回来的 炎熙伏百成衣三人 成衣战死伏百重伤 封非臣也同样伤势不清 只有炎熙身上半点伤势都没有 因为自始之中 炎熙都只是在一旁装模作样 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参与到战斗中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受到半点伤势 也没有杀伤一个敌人 不过除了炎熙之外 封元皇族的其他人在这次大战中 倒是没有玩什么花样 而是真真正正的参与到了 这场惨烈无比的战斗中 就连封山玄也在战斗中受伤极重 封山玄等人很清楚 一旦封元皇城被攻破 他们封元皇族没一个有好下场的 所以这次的战争 他们根本就不敢耍什么心眼 楚公子 能不能把你们的九转负命单 出售给我们一些 毕竟现在我们可是盟友 风格兰此时走过来 向楚剑秋说道 楚剑秋默默地看了他一会儿 最终手一挥 把一瓶九转负命单扔给了他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封山玄等封元皇族的人战死 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 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抵抗按摩玉这个大敌 至于他和风元皇族之间的恩怨 过后再算 风元学功一众堂主 围在施剑园的尸体旁 众人脸上满是哀七的神色 尤其是卯尘 更是忍不住热泪长流 他和施剑园的私交最好 再加上在青阳宗遗址中 他和施剑园由于站立在众人之中 是垫底儿的存在 两人更是相互扶持 砥砺前行 他和施剑园之间 可以说是真正患难与共的 生死之交 如今见到施剑园战死 毛尘心中 自是说不出的悲弃 除剑园 你说 南宫的选择 是不是错了 南宫南雪 见到如此惨重的伤亡情况 甚至连施剑园 这样的执法堂父堂主都战死 他此时心中不由一片枉然 不知道自己选择 坚守风元皇城 是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南宫南雪 你别胡思乱想 即使你不选择坚守风元皇城 这场战争终究是难以避免的 楚剑园派了派他的肩膀 说道 暗魔狱大军一旦攻陷了风元皇城 最终也会掉转矛头 攻向玄剑宗 玄剑宗和暗魔狱始终都有一战 即使你们风元雪宫搬到了南州 也同样得在战场上与暗魔狱叫风 况且 一旦暗魔狱大军攻陷了风元皇城 将会对我们更加不利 如果被暗魔狱大军攻陷了风元皇城 到时候 他们玄剑宗和外界的联系 可也就被彻底的切断了 无论是和吴焕的宝同商行 还是和济山王朝 高和王朝 都将失去联系 而一旦玄剑宗处于这种 孤立无援的状态下 境遇将会更加糟糕 这也是楚剑囮不惜如此巨大的代价 也要守住风元皇城的原因 南宫南雪听到楚剑囮这话 心中这才好受了些 好了 你别想那些有的没的了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守住风元皇城 击退暗魔狱大军 否则 我们都不得安省 楚剑秋看着他说道 楚剑秋 我 我没能完成任务 没有做到把破甲业弄到那些暗魔狱大军身上 慕容轻盈此时畏畏缩缩的走了过来 犹如做错事的小女孩一般 泪眼婆娑的说道 没有完成任务就没有完成吧 你也不用太过放在心上 楚剑秋看了他一眼 安慰到 他原本也没有多么指望破甲业在这次的战争中 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安慰曾经吃过了一次破甲业的大亏 不可能对此半点防备都没有 慕容轻盈听到这话 顿时扑入楚剑秋的怀中 哇的一声 大哭了起来 他原本因为没有完成楚剑秋的任务 感觉辜负了楚剑秋的期待 害怕楚剑秋会因此责备他 甚至从此以后再也不理他 所以他这几天以来 心中一直忐忑无比 此时听到楚剑秋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他心中高悬着的那一颗大石 才总算放了下来 这一刻 他心中积累着的自责 恐慌 忐忑 紧张的各种情绪 顿时再也忍不住 在此时爆发了出来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不由微微一僵 但最终还是没有把慕容轻盈从怀中推开 不过 楚剑秋也没有让慕容轻盈在自己的怀中待太久 他稍微安慰了一下慕容轻盈 便到其他地方视察情况了 慕容轻盈也知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他也不敢耽误楚剑秋太久 楚剑秋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他就已经万幸了 哪里还敢奢求其他 暗魔域驻扎的营地军帐中 狱主大人 这一战我们折损了五十万地尊警 三千名天尊警将士 六十名半部通玄境 和一名小通玄境初期高手 阴生向暗魔域主汇报道 折损这么大 暗魔域主听到阴生的汇报 顿时不由皱了皱眉头 玄剑宗的神剑军所形成的剑阵 威力实在太大了 我们的折损又超过一半 是那支神剑军所造成的 包括敖棚 也是死在神剑军的剑阵之下 阴生说道 暗魔域主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 一阵沉默不语 玄剑宗那支大军所形成的剑阵 他在战场上 也亲眼见识到 威力的确非同小可 连暗魔域大军的黑林魔甲阵 居然都可以动穿 玄主大人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进攻风原皇城 阴生试探着问道 为何不进攻 当然要进攻 暗魔域主抬头看了他一眼 脸色冷然道 可是风原皇城的护城大阵 怎么解决 阴生小心翼翼地问道 风原皇城的护城大阵的威力 是在太过恐怖了 即使他们暗魔域大军 有黑林魔甲阵的防御 一次攻击 居然都造成他们十万大军的伤亡 即使他们暗魔域 有数百万的帝尊敬大军 也禁不住多少次 这种威劣的攻击 这个你担心什么 风原皇城的护城大阵 威力的确强大 但是每一次的权力激发 消耗的能量 同样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以风原王朝的抵御 这种程度的攻击 他们又能够发动得了多少次 暗魔域主冷笑道 我们只需在风原皇城大阵 激发的时候就立即撤退 那么他每一次的权力激发 定夺也就只能发动一次 对我们的有效攻击 这样反复多来几次 等到风原皇城护城大阵的能量 彻底消耗一空 这护城大阵的威力再强大 也毫无用武之地 玉主大人英明 阴声闻言顿时连忙说道 船领下去休息三天 三天之后再次发动第二次的进攻 暗魔域主淡淡地说道 是 玉主大人 阴声恭敬地回了一声 攻身退了下去 三天后 暗魔域犹如潮水般的大军 再次朝风原皇城的城头涌来 这一次 玄建宗和风原王朝的大军 只支撑了两天的时间 便已经顶不住防线 风山玄和江济 再次操控风原皇城的护城大阵 对暗魔域大军进行进攻 但暗魔域大军 却依然是故技重施 等到风原皇城护城大阵一旦击发 他们便立即反攻为首 结成黑林魔甲阵 抵挡住风原皇城护城大阵的第一波攻击 然后趁着风原皇城护城大阵 进行第二波攻击的叙事的时候 便迅速撤退 这样下去不行 风原皇城护城大阵 每一次击发 消耗的能量都太过巨大了 而且每一次击发 对暗魔域大军 却只能形成一次有效攻击 这浪费掉的能量太多了 风山玄脸色难看 无比地说道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难道一直维持住护城大阵的开启状态 楚剑秋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风山玄听到这话 顿时不由一阵哑然 一直维持护城大阵的开启状态 恐怕消耗的能量会更加巨大 而且暗魔预见到护城大阵处于开启状态 他们也不会这么蠢 在这种时候攻上来 暗魔域大军这样反复进攻了三次之后 风原皇城的护城大阵的能量 终于在此时彻底消耗一空 玄剑宗和风原王朝大军 也在这三次的攻防战之中 付出了非常巨大的代价 玄剑宗的四百具六阶极品战阵甲兵 折损超过了一百具 也就是阵亡了一百万的神灵境大军 就连精锐无比的储君 也同样折损了整整二十万 战龙尊者所率领的风原王朝大军更惨 以前举六阶极品战阵甲兵 只剩下三百具 神灵境大军阵亡超过七百万 那一百具七阶架品战阵甲兵 也只剩下最后二十具 尊者境大军的损失 也达到了整整八十万 不过 暗魔狱大军在这三次的攻防战之中 同样也不好受 三百万帝尊将大军 折损也超过了三分之一 暗魔狱主见到这一幕 脸色不由阴沉无比 这次攻打风原皇城付出的代价 远超他的想象之外 在他的预想中 原本以为 以暗魔狱如今的实力 灭掉风原王朝犹如摧枯拉朽一般容易 但却没想到 玄剑宗和风原王朝的实力 居然也成长到了如此强大的地步 给本座进攻 城破之后 鸡犬不留 暗魔狱主 手一挥 冷声喝道 风原皇城的护城大阵 已经可以说是彻底报废 风原王朝的大军被打残了大半 二 玄剑宗的大军也同样损失不小 他倒要看看 玄剑宗和风原王朝 现在还拿什么来抵挡他们 暗魔狱大军的进攻 听到暗魔狱主这话 看着那犹如黑色潮水般 再次朝风原皇城城头上 涌来的暗魔狱大军 众人心中忍不住 升起一股绝望之意 暗魔狱的实力太过强大了 根本就不是他们所能够抵挡得了的 即使玄剑宗和风原王朝连起手来 都根本不是暗魔狱的对手 看来这一次 风原王朝已经避免不了覆灭的下场了 南国南雪 让风原学贡的人准备一下 我们要撤了 楚剑宗看着再次涌上来的暗魔狱大军 陈生说道 如今风原皇城已经注定守不住了 再在这里战斗下去 除了图作无畏的牺牲 并无太大的意义 好 听你的 南宫南雪看了一眼遍地的尸骸 顿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无力地说道 楚公子莫花 老夫寄山青来也 正在楚剑丘 想调动天与洞天的力量 把玄剑宗和风原学宫的众人 诺移到南州的时候 此时忽然一道声音 从风原皇城的北边传来 众人听到这话 猛然朝那道声音望去 只见一道身影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从风原皇城北边 朝风原皇城这边飞来 而在这道身影的身后 还有着一艘艘长达万丈的大型战船 在这上千艘的大型战船上面 站着一列列铠甲鲜亮的将士 楚剑丘一眼就能够看出 这些将士身上穿着的铠甲 就是他们玄剑宗战阵甲兵的铠甲 这一支的战船队伍 距离风原皇城 还有上千万里的距离 楚公子 抱歉 我们来晚了 纪山庆很快飞落到 风原皇城的城头上 朝着楚剑丘抱拳行了一里道 千万里的距离 对于他这种小通玄境 终切的强者来说 也不过是短短十数个呼吸的时间 即可到达 纪山老二 来得挺快 居然被你这老二抢先了一步 在纪山庆飞落到 风原皇城的城头上的时候 此时 从风原皇城东边方向 也传来了一道声音 楚剑丘转头望去 却见到 是高和王朝的老祖高和力 正在东边的方向 朝风原皇城迅速飞来 而在他的身后 同样也有着一支 庞大无比的战船队伍 和高和力一起朝着 风原皇城这边飞来的 还有两名通玄境的强者 楚公子 我们来迟了一步 还请见谅 高和力落到楚剑丘身前 向楚剑丘抱拳行了一礼 道 两位前辈客气了 楚剑丘见到援兵到来 心中顿时不由大喜 他连忙拱手 向纪山庆和高和力 两人还礼道 如今敌情紧急 就不和两位前辈客套了 说着 楚剑丘顿时向玄剑宗的大军下达命令 大家再尽力坚守一会儿 援兵很快就到了 纪山庆和高和力等人也知道 现在不是客套的时候 他们也立即加入到战斗之中 帮忙玄剑宗大军 抵挡犹如潮水般 涌向风原皇城城头的 暗魔狱大军 多了四名通玄境强者的加入 尤其是纪山庆和高和力 还是小通玄境中切的强者 眼看着即将溃败的阵线 顿时再次被坚守了下来 暗魔狱主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不由一片阴沉 给我加紧进攻 暗魔狱主大喝道 他要赶在纪山王朝和高和王朝 两支援兵到来之前 把玄剑宗的防线给击溃 否则等到两支援兵一到 再想要攻下风原皇城 难度可要增加不少 不过 玄剑宗大军的战斗意志 何等强悍 尤其是神剑军和楚军 这都是伴随着玄剑宗的崛起 而一路成长的 这两支大军中的将士 每一名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 只要梁彦玲和楚剑秋 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 他们即使战斗致死 都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况且 如今听到援兵即将赶制 军中的士气 顿时瞬间大涨 每一名战士都疯狂地 把自己的真元输出来 配合着战阵假兵 和涌上城头的暗魔狱大军 进行疯狂无比的激战 源源不断的暗魔狱大军 犹如黑色的潮水 而玄建宗的大军则向岸上的礁石 任凭这些潮水如何拍打 他们就是窥然不动 最终暗魔狱大军还是没有实现 赶在济山王朝和高河王朝的援兵赶到之前 击溃玄建宗大军的防线攻下 丰元皇城 从东边和北边开过来的 两支庞大的战船队伍 在来到丰元皇城的上方后 一支支的大军顿时聚合成 一具具身高千丈的战阵假兵 从战船上飞落下来 济山王朝的战船队伍中 飞下来一千具六阶极品战阵假兵 一百具七阶下品战阵假兵 和十具七阶中品战阵假兵 而高河王朝的战船队伍中 则是飞下来一千五百具 六阶极品战阵假兵 一百六十具七阶下品战阵假兵 和二十具七阶中品战阵假兵 如此强大的援兵到来 丰元皇城的防线瞬间固若金汤 虽然丰元皇城的护城大阵 由于能量耗尽 已经基本上报废 但是济山王朝和高河王朝的援兵 所发挥的作用 丝毫不比丰元皇城的护城大阵座 甚至游游过制 玄剑宗 济山王朝 高河王朝和丰元皇朝的大军 在丰元皇城的城头上 和暗魔狱大军 爆发出一场惨烈无比的熬战 几乎在每一个呼吸间 都有无数的将士倒下 丰元皇城的城下 尸海成山 血流瓢楚 这一幅景象惨烈到了极点 只是 厮杀的双方 却谁都没有注意到 这些身死的将士的血气 在一股无形的力量的牵引下 无声无息地 汇聚成一股洪流 朝着南州西南方向飘去 飘进血影联盟的疆域 最终 汇聚到血影联盟 那一座血神殿深处的祭坛中 血流咪 血流咪 血流 血流咪 血流咪 血流 Stacy